字幕志愿者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其实我几乎都不太看画面 因为可能有时候你一边在做别的事情 然后你YouTube就开那边 然后甚至如果你有买那个YouTube Premium的话 你可能就可以把萤幕关掉 然后其实很多YouTube影片就是只是有人坐在那个相机前面讲话 然后其实虽然说做YouTube就是一个很重要 就是大家都会说你的人脸出现就是会增加大家的虚看率 或者是说人脸出现会造成大家有那种跟现实的人 就是实际接触的感觉 所以呢就是你在YouTube里面放一个真的人在讲话 会让大家比较想要就是继续看你的影片 或是比较会容易喜欢你这个人 这样的一些说法其实很多啦 那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大部分的YouTuber就是都会 都会放自己的那个都会让自己坐在那个相机前面讲话的原因 那其实很多人也建议过我说觉得我应该要这样做 但是我虽然知道这个道理 但是我就是我自己觉得就是这样子太 这样子会就是反而会减少 就是我没有办法花那么多时间在拍影片 这样子的事情之外呢 其实是因为我自己自己个人就真的很深刻的不认同 就是觉得YouTube影片应该要有一个人坐在那边讲 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觉得那些人花呢 就是我看的影片啊 大家花那些力气在拍就是YouTube影片的人的人的样子 但其实我最后根本就是我常常啊 就只要说听一个影片的人讲话 然后我觉得他 我觉得他讲的很言之有误 我可能就连续听了他好几十个影片的讲内容好了 但是其实呢 我从头看一幕都关着 就我连这个人长什么样子 我其实都完全不知道 对所以说我就觉得我自己是一个超级不在乎 对方的人脸要出现在荧幕前面的事情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就是那种 人就是生物上的生物上的一个基因造成你 就是会希望可以看到本人因为这算是一个就是大脑还没有 大脑会觉得说看到人看到本人他会比较有信任感 但其实这只是一个假象的感觉 就很像是如果你在路上然后有人跟你推销 就是他当面跟你推销你会比较难拒绝 确实就是这也是因为就是这也是因为一个就是你的大脑运作方式的关系 那就是你看到你有看到人就会觉得比较有亲切感 所以就比较容易被比较容易被骗也是一个也是一个事实 那这就是因为我们大脑觉得你看到真人就比较不容易 就是比较觉得比较有亲近感 或是你会容易跟他有产生一些connection之类的状况 但是我自己个人真的我真的完全不吃这一套 就是一切都在于他内容还有他讲的东西到底有没有道理之类的 对所以我是完全不在乎这些东西的人 那讲回到这件事情我就觉得说其实我这些东西都可以 就是用听的其实就很省时间 因为我就可以一边做其他事情 或者是其实有个很大重点是眼睛超酸 就大家有没有发现说你每天就是不知道花多少时间在看 就是你可能工作或是学习 像我自己觉得自从就是从上大学以后 就是每天都是看电脑 然后在可能真的是只有在那个国高中的时候 你才有办法就是都真的是因为书就是东西都是印在书上 所以你才一定会看书 那你每天都上大学以后你每天都是看电脑或怎么样 虽然说大学可能也会有也会有书或什么 但我觉得大部分的学习都是必须要在电脑上面进行的 然后很多人就是为了保护眼睛就是会把东西都印出来 但其实有时候就是我之前在那个电子书那集有讲过 就是我真的没有办法 我真的没有办法再在就是制造那么多垃圾 然后东西全部乱丢就是很很凌乱 然后占空间对所以我就是没有办法就是想要把东西印出来 然后在电脑上看呢你又会觉得说你眼睛怎么那么酸啊 就是你一整天就是不管是娱乐或者是工作学习 这三件事情全部都必须要看 全部都必须要看的电脑 就是你工作要用电脑 然后然后学习就是看其他东西 然后也是在电脑上 然后娱乐就是你想要滑个YouTube看个 看个就是像现在很多人整天都在看 像我现在路上随便看一个人 随便没有一个人手机他都在看抖音 就是娱乐嘛反正大家就是也是用手机来娱乐 所以说你做的每一件事情全部都在用眼睛 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就我其实觉得眼睛超级酸的 就是大家应该都有一样的困扰 然后大家就会开始说就是哦你要吃什么 吃什么叶黄素之类的就是大家就要用一些补品啊 你补这件事情但是我就觉得 就是这个根本的问题是不是要解决一下 就是可不可以就是可不可以不要用砍的 可不可以不要再砍了 对当然有一些事情那一定要用砍的 就是如果说你要追剧啊 那一定要看内容 但其实老实说有一些那种真的很低成本的一些 普通有一些真的就是那种怎么讲啊 就有一些真的蛮爽片 就有时候连那种片我都可以 我都可以就是不看画面 就是用听的然后还两倍数之类的 但是就是有一些东西你就真的一定要用眼睛嘛 例如说你工作就是就是就是有些不可取代的东西 那我就在想说有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取代的东西 是我要我要用就是我不要用我不要用眼睛在看它 对因为用眼睛看真的是真的是太真的太伤眼睛 而且老实说眼睛是有一些限制的 例如说因为你每你生活中每一件事情都要用眼睛 所以你的眼睛真的是很累耶 我讲的不是跟刚刚那个时间是不太一样 就是说你可能走在路上啊你一定要看马路 你一定要看着马路走啊就你总不可能就是 你总不可能就是都在看 都在看就是手上边拿着书边走路这样子 其实也是很危险的 对其实我我小时候在看小说 就是很沉迷一些小说的时候 真的曾经有拿着小说在路上 就是边走边看的一些行为 但是老实说真的是蛮危险 但我就是到那个红绿灯的时候 我可能就会把它放下来然后再继续走 但其实走路的时候一直摇晃你知道吗 那个字也是很难看 虽然说那个时候当然是因为就是实在是太沉迷 那个小说所以才会 才会就是连一直摇晃都想要继续看下去 这样的感觉 对但是其实大部分的时候你走路的时候 其实都没有办法看东西 那这也是为什么会有 这也是为什么会有podcast的诞生嘛 所以podcast就是让大家在什么车子上啊 通勤的路上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就是很就是用眼睛来看的时候 对其实很多人开车 或者在坐车的时间会听podcast 是因为还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做其他事情 就你没办法用眼睛做其他事情 像我自己也是 就如果我在车上就是会 车上就是看东西的话就是一定会晕车 所以说我是不可能在车上看错 就我连可能查个东西都会有一点 就是都有一个时间前 就是我可能用超过多久就会开始就会开始狂云 所以说就听podcast确实是一个在那个通勤上就是一个非常好的选择 但我最近就是要觉得说我们应该要就是极致化 极致化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新的功能 然后原因是因为我在听一个就是一个一个创业 创业家在访谈 然后其实那个创业家他其实就非常酷 是因为他 他就是创立了一个公司叫Speechify 然后Speechify他就是可以帮你就是把所有的文字 就是都用非常自然的人生去念出来 曾经我之前大学的时候我眼睛有非常酸过 然后我就想说 我想要用那个 我想要用就是Google小姐 然后帮我念上面的内容 然后让我听这样 就我曾经试过这个pdf 就是念就让Google小姐念pdf的一个方法 但是我真的是大失败 因为因为真的是太就是听他讲话真的是太痛苦 因为他他是一个机器人的声音吗 然后你我觉得你听一两句还行 就是但是你听就是那种整篇文章 尤其是他文章如果是一些比较学术的内容的时候 你听他讲话你真的会啼笑 就是你就已经很努力在理解 然后他又用那个就是很怪的断句 就是在干扰你思考 所以其实Google小姐真的是没有办法做到这件事情 那那个Speechify是在做什么 就是他就是帮所有 让所有文字都转换成就是非常自然 超级自然的一个人生 然后让你可以就是用用听的就可以非常的非常顺利的去 非常顺利的去听听这整个东西 但是他应该是只能念英文 对他现在应该是只能念英文 但是他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的 已经是一个非常成功然后大红的一个一个软体了 对就是他的这个念法 而且他也可以选择就是用不同人的声音 就如果有就是喜欢的就是如果你比较喜欢哪一种类型声音 他可能就是有分了好几种 比如说男生的哪一种高中低 或是女生哪一种就是他就是有分一些你喜欢的声音 其实你用你比较喜欢的声音去听一些内容 其实你是比较容易可以去接收的 对像我自己就觉得我不知道是我耳朵有一些问题还怎样 就是像之前听力测验啊或者是我在听东西的时候 就是我发现男生就是太低沉的声音 我常常会有听不到的状况 就是我常常会听不清楚 听不清楚男生低音的声音 然后尤其是在音质不好的时候 就是男生低音的声音跟那个杂音在我的脑袋里就是整个混在一起 所以说我不太是我不太擅长听就是超低音的 所以像之前考就是多艺还是什么的时候 每次就是只要那个声音很低 然后刚好那个他音考上音响又很差 就是我就觉得哇整个整个声音全部都杂音跟他的声音 几乎在同一个频率上 然后我就我就整个我就整个很崩溃 然后所以我就觉得我自己就可能比较不擅长听这个比较最低的这个男生 那反正他就是可以选 然后这个东西呢 其实他之所以会发明就是因为他的创办人本身 他自己就是一个就是一个怎么讲呢 阅读阅读有一些障碍的人 因为他就是有天生就是看到字的时候 字就是会就是飘来飘去然后换来换去 所以他就其实是有阅读是有很严重的阅读障碍 让他从小但是他从小就一直就是他应该说他有这样子的困难 可是他从小从小到大都没有放弃过他的梦想 就他就一直认为自己可以一直相信着自己可以成为一个很伟大的人 我觉得如果我觉得他的访谈是非常有趣 就如果是就是要讲从他身上学到什么的话 我觉得其实有更多更多可以学一些地方 但是我们今天就就我今天是想要跟大家分享我自己就是用听的来吸收知识 这件事情就是有多么的重要 这件事情就是把把听力发扬光大的这件事 那反正他就是因为他自己有阅读障碍 但他觉得说如果有别的方式 然后可以让他就他发现如果说他请别人把课本上的内容念给他听的话 他就有办法学习 但这其实是很很耗人力资源的一件事情 就是你不可能你爸爸妈妈如果真的很重视你的教育的话 他可能可以有办法这样帮你做 但是你长大以后呢就是永远人生的 就你都不可能永远都亲个秘书 然后就在旁边一直念给你听吧 对那所以说其实他就是因为这个初衷 所以就发明了这个可以把文字全部都念出来的一个软体 那他最后就是他就是会跟大家讲说 就其实我原本当然大家听podcast什么之类的 当然没有问题这种这种没有问题 或是甚至觉得很轻松的东西 大家会觉得OK的原因 其实是因为就像podcast大部分都是访谈 或是一些比较口语的 比较口语的内容 所以大家听起来都是非常的顺畅的嘛 都不会遇到什么太大的问题 但是呢当今天就是你是要听一本书的时候 其实就会有很大的问题 因为其实大部分的人呢就是都没有那么熟悉 就是书里面写的文字的东西 我们从小就非常习惯我们都是用眼睛去看 然后所以他其实如果写一些比较不口语的 就是应该说我们的耳朵就是只有被训练来听 比较口语的内容跟语句 但如果你把书的内容都念的 然后在你耳边念的话 其实你会有一种没有办法吸收的状态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遇过这种状况 就是就是你自己试试看 你会觉得说有一种就是会有一个很大的阻力啦 会觉得自己好像没有办法去吸收这种用 吸收这种用念的 然后它是念书的内容 因为你的你就是不习惯 你大脑没有办法process 这样子的一个比较复杂的内容 是用念的 然后从听里传到你的耳朵里 所以其实很多人就会放弃 就会觉得说一定要用看的才有办法 才有办法吸收的那么快啊 但是我觉得这个真的就是 就是你只是没有训练而已 我觉得很多事情都这样就是 就只是你没有去训练 但是你当然你从现在一个成人的角度来讲 你要去重新训练一个能力 其实相对是困难很多 就像你重新去学一个语言等等的 就其实就是长大之后 你都会觉得好麻烦喔 而且你会不愿意接受那个 没有办法做到的自己 就当你已经成为一个就是 可能七八十分的人的时候 你就会觉得你又要再从某个领域 然后从零开始你就会觉得很痛苦 这个是一定的 所以说在一开始训练 就是听这些书籍的内容的时候 就其实真的是非常的困难 其实一开始我听到说 事实上不是都会有 就是会有什么audiobook 就是会有有声书这些东西 所以我都觉得还蛮 我都觉得还蛮不懂的当初 就是我都觉得说 一定是用看的比较快啊 为什么就是 为什么要用 为什么要用听的的感觉 但是我真的觉得就是当大家 就是每个人的眼睛都已经被 就是已经被操劳带尽 然后你就会开始觉得说 你就会开始想要发掘 就会觉得说 我还有哪些五官可以用 那你就会发现说 哇就是其实我的 我的耳朵是一个很好用的东西 我怎么从来都没有发现 我觉得这个就是我今天想要来跟大家 推的事情 对就是 突然觉得很像推销 但就 我觉得就是今天很想跟大家推销的事情 就是 其实大家可以尝试看看 就是有 尝试看有声书这个东西 对因为其实 你平常就是一般人 我觉得为什么要推有声书呢 就是因为你平常一般人 你的生活可能很忙碌 尤其是你如果想要 你光是想到 就是你要拿一本书出来 抓在那边看 你不觉得阻力是很大吗 我觉得像前面 之前就是讲说 为了保护眼睛 所以买了电子书 然后看电子书 电子书也方便带 就不用翻译什么的 就我觉得那个真的是 但是假如说你平常是 完全没有任何阅读习惯的人 我觉得 听有声书 甚至可以完全改变这一点 就是 如果你是平常 完全不读书的人 但搞不好 听有声书 就是会让你 就是成为一个 会读书的人 因为我觉得 看书这件事情真的是 对现代人来说 很多人来说 门槛真的是有点高 而且你总是会觉得说 你打开来 你就会觉得说 我又没有多少时间 或是零碎时间 然后看个几页什么的 就又放回去的一些状况 所以就会导致你每次想要拿出书 不管是书 我点子书 就会有一种很大的抗拒力 但是呢今天如果你把这个东西 就是换成是有声书的时候 其实它的主抗力就没有到那么的大 然后 这种时候呢 其实你就是可以 你就是可以 可以在一些零碎时间 就是会 可以有办法去听 有办法去听 例如说你可能就 出门的时候听一下 或是之类的 就是 而且你每次就是只要按下去 继续播放 它就是从像是看到的地方开始 因为你到书游的时候 有时候就是你同一页看完 然后你看到你下一次回来看的时候 你又翻到上页想说 诶我是看到这边吗 然后这边弄来弄去的 对 所以其实这算是有声书的一个优点 然后又可以直接用你的手机 就是你的手机 可以直接去播放 那个有声书的部分 那你就可以在任何 任何情况之下 就是都可以去 都可以去听这个书的事情 对 但是我觉得一开始的时候 我自己已经有尝试 就是想要训练这个事情 但我发现就是 一开始的时候 其实你会 你会非常困难 然后 尤其是因为我 一开始听的就是英文书 我有点忘记这件事情 就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一开始选英文书 就一开始其实应该选中文书 会比较好 就应该选英文书 然后呢结果 你一开始听 你就会有一种很听不进去的感觉 但其实跟我自己 注意力不集中是有很大的关系 因为 就是我会听 我听两句就会直接飘 就可能就会 思绪会直接飘散掉 就有点像是 在学校听老师上课一样 就老师讲 讲一个东西 然后我就想到别的事情 我就开始 自己想自己的 然后就注意力整个完全 完全飘走 然后等到我回神的时候 我已经不知道那个书在讲什么 所以其实我一开始的尝试 是非常失败 但是为什么我会 就是继续下去呢 因为其实老实说 就是我提到那个 Speedify的那个创办人 他自己本身也是 我觉得是跟我一样 就是都有注意力 就是都有那个 都有那个ADHD 都是有注意力不集中的症状 然后 所以说呢 我觉得 很多事情真的是 你必须要相信你可以 对不对 然后你要继续努力下去 就是你不能太早放弃 所以我就开始继续 就是 就是继续 继续听下去 然后 我觉得有时候就是 你可能找一个比较短的东西 然后你重复 你重复听好几次 然后你就会 你就可以渐渐觉得 你的脑袋有比较在 就是有办法去习惯 然后接收这个 接收这个来自 接收这个来自 来自这个声音 讲进步 就是你一定要相信 你可以进步的 这个能力 然后像那个 那个创办人他本身呢 就他因为从小 也没有到从小 因为他当初还没发明出这个东西 但他就是透过 一直不停的训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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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他就说他最终 就是有办法 他最终是几乎是可以 把一般的东西都 直接转成七倍数来听 七倍数真的超夸张 就是他 直接把东西转成七倍数来听 然后其实 如果你转七倍数的话 就是 他有去计算说 比如说一般人 就是说看字很快的 例如说速读的人 速读的人 就是一分钟可以看这个字 那他就是用倍数的方法 去听一样的内容 就是一样的书的内容 然后他是可以听得比 那个速读 就是基本上速读前段班的人 就是他听的速度是比速读前段班的人 听的就是看的速度还要快 所以说如果要比说 谁看书的人看比较快的话 那他真的是会大声 因为他看的字数就是比较多 然后呢 而且他用听的话 又很不限制任何的场所 所以他说他几乎每天早上醒来 然后就随时随地就是都在听 随时随地都在听你的内容 都在听 都在听一些书的内容 或是什么的 然后他基本上就是 一年都可以看别人好几倍的书 就是一年可以看几百本书 因为他每天只要一醒来 就是在听书的内容 然后听完之后 就再听下一本什么的 就完全完全不会浪费时间 不管是在走路或是什么的 就所有的时间都可以被拿来看书 这件事情变得超级神奇 就大家都会觉得 哇一天二十小时哪有空啊 什么之类的 但是当你的就是听 听文字的能力 已经到这种程度的时候 你就是可以直接 你就是可以直接屌虐 就是你的咨询吸收 是可以直接完全爆棚的 然后像甚至你在运动 就是比如说你去健身房运动什么的 你都可以一边 一般你想说你在跑步机上 怎么可能就是看个YouTube影片还可以 在跑步机上要怎么看书 就你身体一直晃动 我觉得其实看东西的重点 就在于你一定要处在很稳定的状态 然后所以说呢 就是你在健身房 如果可以用听的话 你基本上 你如果一天健身半个小时 一个小时的话 那你又多看了半个小时 或一个小时的书 就当你学会怎么用听的时候 你就会发现说 哇我一天有好多时间可以看书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用看的 你就会觉得说 我就是没有时间可以看书 我只有睡前15分钟有办法看书 那我一天只能看15分钟 但是当你就是 骑得这个技能之后 你就会发现 哇我随时随地会看书 就算你不跟他一样夸张好了 因为他是真的太夸张 就算你不跟他一样夸张好了 就你还是可以至少挪出 就是比你原本两三倍的时间 可以来看书 而且我真的觉得就是 就是基于一个保护自己眼睛的方法 现在就是我们要多增加自己的 就是你多发展你的五官嘛 就是你耳朵都好好走在那里 就是就很像有人就是说什么 什么大脑是个好东西 什么建议你用一下 什么就是之类的 就是耳朵也是一个好东西 就是为什么大家都只用眼睛呢 之前都没有人讲 都没有人意识到这件事情 但自从他讲了都发现说 哇其实你可以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去看书 但是当然啦我觉得一般人没有办法就是有那么长时间都处在一个完全focus的状态 就可能大家还是觉得听听podcast这种比较口语的内容 是你比较能够在 比如说你现在都已经下班工作很累了 你可能没有办法再有那么高的专注度去听书 那你这种时候当然是还是听就是podcast这种 就是纯语言 纯口语的东西会比较好理解 对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就是 反正现在就是早上起来很清醒的话 那你就是可以可以听书 那你又多了好多时间 又多了好多时间就是可以来学习 但是我真的觉得这个是真的有一定的考验程度 就是除了你要能够持之遗痕的练习以外 就是还有一个重点是你必须要 你必须要就是能够 你必须要能够就是有那么高的专注度 因为我觉得专注度真的还是很重要 如果你就是常常就是飘走的话 其实还是没有办法去 还是没有办法 因为其实老实说我连看书都会有这个状况 我连看书都会看到一个字的地方 然后魂就飘走 但是其实看书你拉回来还比较容易 因为你记得看到哪个字 但是如果听那个的话 你就会没有办法 就是你会没有办法回到你原本精准的位置 所以我觉得这其实是一个有点令人困扰的点 但是我就是觉得我要抱持着一个实验精神继续努力 然后我觉得我现在已经有比较能够专心一点点 对就是至少我可以不会那么长 就是分神 然后对 他说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如果你真的没有办法适应的话 其实你可以把那个速度调到0.75倍数 然后再开始练习 然后再开始慢慢练习 那其实我觉得有声书这个东西它已经成为一个趋势 像是现在Spotify 就是也是在开始做 就是想要在音乐软体 就是除了做Podcast之外 也想要做有声书这一款 其实就是因为声音这个部分 已经成为越来越重要的一个资讯传递方式 主要是因为现代人的生活实在是太过于忙碌 然后你要接收的资讯量实在太大 就是你要花很多时间去 很多时间一直去接收新的资讯 才有办法跟上这个世界变的速度 对就是这个世界已经不是你 就是说 以前的世界上大学毕业 你学了一个专业 你就可以在这个专业当中就是 渐渐成为这个专业当中的一个 就是累积经验成为这个专业当中的一个 一个有经验者 或是变成一个老屁股 但是现在这个世界已经完全不一样 就是你每天都有新的东西跑出来 然后你要是不跟上的话 你就是被长江后浪推前浪 所以说这就是 这个就是你如果不这样做 你就是直接爆炸 你就是变成死在沙山上那一个 所以说 现在之所以会有生疏什么都这么 都开始发展的原因 也是因为大家眼睛已经不够用了 就是原本是说一直要吸你的眼球 就是说做什么东西都要吸你的眼球 那现在就是连你的耳朵都要吸 因为眼球的市场已经被吸 已经被吸薄了 然后耳朵的市场其实还在 那耳朵的市场 就开始推这些有生疏什么之类 但我觉得有有生疏之后 应该是可以稍微再把现代人非常低落 毒株量再稍微拉起来一点 我觉得应该是 应该是会有这样子的效果 然后我就听到那时候他在访谈的时候 就讲说问另外一个 就是问主持人说 诶那主持人你现在可以听 你大概可以听到多少 主持人说他现在大概整 可以练习到可以听三四次 三四倍数 可以听三四倍数 其实我觉得那也很厉害了耶 就是书可以听到三十倍数 我觉得真的很厉害 我到目前为止都还在正常速度 而且真的还是会分神或是一些状况 然后就会觉得 没有办法 没有办法去 没有办法去跟上 那我觉得听有生疏还有另外一个 我自己发觉的优点 其实是在于你的组织能力 因为我觉得大家尤其是现代 就是不是资讯视觉化什么的 就你会太阳赖你看到东西 然后还有你看到东西显现出来的架构 然后以前比如说像做PowerPoint 大家都会很强调说什么 你要把PowerPoint做成一个有结构化 然后就是这个就是 PowerPoint其实就是 知识视觉化最早期的呈现嘛 就是在这之前 就是没有什么知识视觉化 就是全部文字满版这种感觉 就是书嘛 然后自从有PowerPoint之后 它就开始变成资讯视觉化 然后这种时候大家就很强调那些架构 但其实我们真的看习惯这些架构 或是甚至IG上面那些懒人包 就你每天都看懒人包 懒人包就是一定会有好几块 什么之类的 然后我后来就开始渐渐发现 一些很奇怪的事情 就资讯视觉化发展到现在 就资讯视觉化已经开始变成一个 很诡异的东西 就资讯视觉化原本是在于 你整理那个资讯 然后用结构化的方式表现给大家看 但是你知道现在已经变成这样吗 就是现在 因为所有东西都必须资讯视觉化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人都知道 怎么资讯视觉化 所以现在就变成说 很常有人就是那种 随便弄一个某一种框架 然后就把他想要讲的东西 全部塞进那几个结构里面 可是他们之间的结构关系 根本就跟他放的东西不一样 或者是说 就是根本是不对等的 不对等的东西 他就是把它印放在上面 然后看了我就觉得很头痛 我就觉得说 哇这叫资讯视觉化 这叫资讯头痛化 就是他把原本 你如果原本用一段文字写我还看得懂 结果他现在把三个 就是完全不平衡的东西 然后放到一个 一个那个架构里面说 就是这三个东西是什么 一个一个三角形 这样子的 我就想说 哇哦就是 现在发生什么事情 我真的脑 脑太逻辑爆炸 想说 想说这个 这个懒人包是在 是在干嘛 对就其实现在 资讯视觉化就是 已经变成一个 必要的东西 然后 他变成必要的东西 就会有很多 就会很多就是 没有办法 就其实不知道 这个东西的生意的人 就觉得说 哇现在就是要把 这东西全部填进形状里面 还是怎么样 就是像 那种幼儿不是都会玩 那种什么形状 塞到一个洞里吗 我觉得现在很多小编 其实就是在 就是在做 就是在玩这个游戏 就是反正他刚好手边 有个星星形状 然后这边有个星星形状 他就把它塞进去 他根本没有在考虑说 然后 资讯视觉化是为了把 资讯整理成好吸收方式 传达给 受众 而不是就是 看到一个圆圆的 就把 现在我们要讲三件事情 看到三个圆圆的 圈圈就把它 直接套进去 就直接套版 然后丢进去里面 然后就想要当成是 想当成是 资讯视觉化 我就真的觉得 真的不要再这样子了 就是你还 你这样真的 人家真的看不懂 而且还会会错译 你知道这很严重 就是 你就会根本误会成别的意思 我说真的 就是你有时候会因为他 因为他用错误的方式 去结构化这个东西 然后导致你 你搞错这些事物之间的关系 这是很容易发生的事情 然后我刚刚讲的时候 有深处的优点是 就是我觉得在 资讯视觉化的时代 就是大家已经太习惯 就是所有的资讯 都是用一个非常 清楚明了的方式 呈现在你面前 但是其实就是 当你就是不是负责 做视觉化的那个人 或者是说 你其实就是那个乱做的人 的话呢 其实你的组织能力 就是你脑袋的组织能力 还有逻辑能力 是在资讯视觉化的时代下 就是你会 你的这个 逻辑能力 跟组织能力 是会大幅的下降 因为所有人 都把整理好的东西 放到你面前了 这就是更 为什么大家现在 越来越没办法看字 就是随便打个长文 就说你打这么长 谁要看什么之类的 就是因为 大家已经越来越 没有办法就是 耐心的去看字 耐心的去接受这些 长的知识嘛 长的知识 所以你就是变成 你都是在看人家整理好的东西 但你都在看人家整理好的东西 你就失去整理的能力 就是这样子 就其实就跟 很多科技都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科技 就像智慧型手机 越用越智障 是一样的道理 因为智慧型手机它很智慧啊 所以你就可以很智障 就是 智慧型手机 让你有智障的权利 然后所以如果你不懂 能如何去利用智慧型手机的话 你就是会变成一个 拿智慧型手机每天看抖音的人 那你其实就是 完全落入了这个 就是落入了这个智慧型手机智障 画你腦袋的这个陷阱里面 那 其实资讯事学化也是一样的概念 就是它让你很方便去接收 但其实你就是 接收人家整理过的东西 一来是其实你很容易被洗脑 然后很容易被人家偷换概念 然后塞东西 就 基本上人家塞什么东西给你 你没有什么拒绝的权利 你看过去就觉得 哦真的哦是这样哦 你就接收进去 你也不会去多想什么 但是今天如果说你就是 你真的是在去回去接收 原始的一手资讯的时候 你就会开始发现说 你就会发现 你就会脑袋开始重新 拥有这个整理资讯的能力 那为什么说就是用听的 比用看的更重要 就是为什么听书比看书更有这个效果 就是帮助你夺回这个能力 因为我觉得看书其实是 呃就是你基本上用眼睛看 我觉得还是有比较相对比较容易一点 就我觉得之所以听书比看书困难的原因 就是因为你用看的 其实你比较容易思考 就是以我们的学习历程来说 因为我们从小就学习看东西 而不是学习听东西 所以说我们都已经很习惯 就是很习惯看的时候会边去想 边去想要怎么 就是要怎么去思考这个东西 可是其实你用听的时候 你会超难去把这些东西就是做一些连结 就很像很多人就是可能 你上课就在旁边做笔记 就会把它就是自己写成你能容易理解的方式 可是你用听的时候 其实你就很考验你的脑袋 就是有点像是你完全就是靠你的CPU在 靠你的脑袋CPU在把这些东西就是 输入你的脑袋成为你可以理解的东西 然后其实那时候 我记得就是那个 那个Stateify的创办人 他就讲到一个我觉得很重要的点 就是他就说 他就说他其实从来不做笔记的人 然后我那时候其实就是开始 突然就是有一种脑袋有点爆炸感觉 就是因为最近大家一直在讲说 你要怎么就是把你 因为你的脑袋不可能记得说事情嘛 所以就是脑袋其实很容易遗忘 你通常都是看到一个东西才会想到一个东西 就是你需要一个 你需要一个暗示的感觉 就很像是有人要举牌告诉你 你才会记得某些事情 就是 呃就是你的脑就是有 有这样子的发展趋势 所以大家就会说哇 你就是你怎么可以不做笔记啊 不做笔记 你这个书就是等于白看什么之类 但是结果那个Stateify 就是在这个笔记实在里面就是大逆风说 我从来都不做笔记 然后他就说他从来都不做笔记啊 因为他说他用听的东西他全部都记得 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超扯 我想说哇真的假的 但是我后来仔细思考 发现觉得这其实是有机可循 就是因为其实你用听的时候呢 你的脑袋会就是非常高速的运转 然后一直要想办法去 就是你是一个很互动式的 要去接收你的资讯 然后你在接收的时候你就会开始整理 当然他一定是就是特别聪明 就是某某程度上的高人 才有办法做到这种程度 但是我意思是说 虽然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跟他一样 就是马上跟他一样就是 听到之后马上就都不用 就是永远什么东西都不用记下来 就都记得 就是没有办法做到像他那种程度 但是我个人觉得 就是这件事情就是代表了 其实用听的是比较能够 是比较能够去帮助你脑袋 在互动式的思考 然后帮助你的脑袋去存取这些内容 然后帮助你的脑袋去存取这些内容 我个人的见解是这样 那你觉得脑袋这个东西 就是你本来就是要去训练它 就是当你太太长依赖 就是什么东西都要写在纸上 然后用眼睛看到你才会记得的话 那当然就是你的脑袋的思考能力 跟把一些这些记忆啊知识统整的能力 一定会越来越差 因为你就是完全都是靠依赖外界的方法 就虽然我们没有办法可能完全做到 他就是都不需要做任何 但是我觉得可以减少 然后这样也可以增加你就是脑袋记得的 脑袋可以记得的东西的量 我觉得是很有很有帮助的 所以说我一听完他讲之后 我就整个超级心动 然后想说哇有这么好的方法 我之前都不知道的感觉 然后就马上开始尝试 所以现在在就是努力练习的途中 我觉得就是真的是有一种 重新激起自己学习欲望的一种感觉 就是你会你会觉得说 哦我以前我找到一个新的方法可以学习 然后就觉得说哇很开心 然后很兴奋 就要展开一段旅程的感觉 那最后的话呢就再跟大家推荐一个东西 就是一个有声书 的一个平台就是叫做audible 然后这个audible它就是一个 它就是一个就是上面就是有 卖有声书的平台就对了 然后然后这个是目前就是公认觉得最好用的一个平台 然后基本上那个specify的创办人 他就是完全受益于audible 因为就是他就是自从发现就是那个东西基本上救了他的人生了 因为自从有那个audible的那个软体出现 然后他有办法在上面听有声书之后 他就变成有办法看书的人 因为在没有那个平台以前 他是一个完全无法看书的人 但是自从有了有了audible之后 他就是每天在audible上面看书 然后就是听着听着 然后听到让他想要 就觉得说audible 其实是因为他只能收录这些书籍的部分 就是他只能去收录 有一次他是一本书的东西才有办法去转 去把它弄成声音然后拿来买 但是他他就是想要做的事情是 他希望所有的东西都可以被转成可以听的 所以他才会去做specify 这个比较偏AI的比较偏AI的工具 对然后所以他自己基本上 就是他之前还讲说很夸张说 他他就是写一封很长很长的信 就是给那个audible创办人 然后跟他讲说就是就是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话 就是就是就是他的人生就是会跟现在完全不一样 什么之类的 因为他就是有他就是因为那个有audible这个平台 所以他才能够获得就是看就是看书的能力 对因为他就是只能用听的嘛 然后因为有有声书的东西他才得以看书 对就是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故事 我觉得真的我觉得其实我感人的点蛮怪 就是我觉得像这种这种我才我就觉得很感人这样 这种故事我就觉得很感人 电影那总是觉得还好 但是我就说audible 因为有audible这个平台 就是他就他变成一个有办法看出的人就觉得超感动的 好 然后反正就就是这目前最好用的平台就推荐给大家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是可以在上面 可以在上面用 就是如果你经济状况就许可的话 然后我自己是还没有去尝试这个平台的原因是因为 就其实我自己觉得我现在还在练习的阶段 然后就是我觉得跟算是电子书是一样的逻辑 就是因为我担心说我就是我可能会半途而废 所以说我们就先从一些经典名著开始 啊经典名著这个东西它是免费的 所以说就是你在网络上就是都可以找到一些就是经典名著 然后有人念的东西就是你就可以你就可以用从这个东西开始听 然后就是你就是我就开始训练啊 我就这样训练 如果你们就是跟我一样也想要先省钱的话 也可以用这个方法 就是你可以先从经典名著开始练习听书 对就是你开始练习听 然后然后如果你真的训练成功的话 其实你就可以使用audible这个平台 因为就是他真的是就是我基本上看的所有就是我觉得很厉害的人 所有人都大力推荐所以我觉得应该不会错啦 应该不会错 而且我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听到第二个品牌 就是也没有什么比较可言就是它基本上现在就是龙头 它就是龙头 虽然说可能其他的平台开始想要推有声书 但是什么藏书量啊之类的那些基本上都不能比 所以说就是如果有人愿意尝试的话就有推荐audible给大家 然后specify这个东西呢它其实就是因为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转换成 转换成语音的 然后它其实也是一个很厉害的软体 就是可以帮助你就是网路上一篇文章啊 或是什么pdf什么之类的就是都可以拿来用 对但它但我真的印象中它现在只有英文 对它好像只有英文 那就希望大家今天这一集呢就是对大家是有帮助 我自己是觉得还蛮酷啊 就除了可以就是自己找到一个想要 又一个想要尝试的东西就觉得 会觉得生活又充满了动力的感觉 然后再来是我就会觉得有一种 呃发现自己的超能力啊对我觉得就是一种发现自己超能力的感觉 就是原本你可能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其实就这样了 没有那么夸张 但是会觉得说啊我的人生其实就这样子了 没有什么就是没有什么 我这辈子也不太可能会飞啊 然后也不太可能就是成为就是奥运巡手什么之类 但是当你发现说哎其实还有一个东西是大家都没有发现 但是我可以先开始训练东西就觉得 搞不好我可以就是成为那个领先领先的人 就是发现说其实我还有听力哦 其实每个人都有 其实每个人都有 但是你就会觉得说我有听力哦 我超厉害 然后我就想要开始练习这样 所以说就希望大家就是我们就一起加油吧 我们就一起加油吧我们就一起练习看看 练习看看搞不好就是如果你练成了之后 你就可以成为一个就是高速机吸收所有知识的人 我觉得真的超级管用 而且我觉得自从练习练习听书之后啊 就是YouTube影片那些其实都可以直接转成两倍数以上 对这个也是他分享的一个 这也是他分享的一个重点 就是他就说因为书是知识密度最高的 如果你你在书都有办法听 都有办法听之后 如果书你都有办法听的话 那其实那些影片啊或是或是影剧什么之类的 那些原本原本就是比较知识含量比较低的东西 都可以直接直接标数标数观看 然后你的时间整个就大幅大幅被省下来 超级开心 那今天的女人纯粹微信闭判就到这边结束了 就希望这集就是教大家开发自己的 用听的超能力 这一个主题呢就是会 就是大家有兴趣这样子 然后也希望大家愿意尝试看看 我觉得真的很棒 就是就是你的超能力啊 赶快赶快去 赶快去习得一下 那我们就再次感谢那个订阅赞助的 会员 就是有看到她在那个我们的领域里面 到达了八十几名 对就觉得非常开心 就是有在百名内的排行榜面 其实就真的很开心 因为其实大家就比较能够看到这个节目的标题 对 就是因为Podcast宣传真的很不易 所以说如果大家愿意就是在Apple Podcast上面 可以帮我评分 然后留个眼的话 其实她就是会大幅提升她能见度 对所以就谢谢大家 如果你已经有这么做的话呢 我就在这边忠心的 忠心的感谢你这样 那如果你喜欢我的话呢 也可以去收听我的 就是我还有另外两个节目 然后其中一个是那个鲨鱼 就是会在每周二十六跟大家分享 新闻新资讯给大家 然后只要十分钟的时间 就零碎时间 可以快速跟你讲一些现在有趣的事情 然后听说动物的话呢 就是会在每周五更新 那主要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些动物的知识 这样就希望那个女友的纯粹不心批判 可以继续在每周三跟大家相见 然后跟大家分享一些 我发现的一些有趣的事情 就希望大家度过一个愉快的一周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